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展新观点 看两岸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 节目今天呢我们呢介绍了这本 Underworld旅读中国杂志 在今年度的压轴的最后一本呢 也就是2017年的12月号 非常精彩的Cover Stories 开封杭州穿越两宋京城 请到的是特约主编应采薇 采薇早 Coco姐早安 听众朋友早安 我们好久不见了 好 两宋的京城是哪两宋呢 京城又是哪两个地方呢 我们经常看那个连续剧 看连续剧的时候 那个首都都跟现在的北京不一样 都比例比较远嘛 年代稍微小一些 我们之前讲的是宋朝 南北宋行的这个首都市 开封跟杭州 对 是 好 我们对开封的印象应该是 开封有个包青天 我觉得台湾人大问都唱吧 歌马上就唱出来 那我请问你开封的人是这样想吗 还是这样想 因为开封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封城啊 那个古代的开封城是被淹在地底下了 被埋在地底下 现在是古迹吗 现在都是在被被掩埋的那个土地上新收的 但是但是现代人那个旅游开 就是当地的观光局还是开发了一条 就是还是当年黄帝走的中州县 它只是往上堆了其实几十公尺 那我经过过开封 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大陆的北大的同学 一起到少林市区嘛 那我就好兴奋啊 哎呦开封啊 包经店的所在 我觉得我的那个中国大陆同学不像我这么兴奋 好好笑 你就知道戏剧对一个人的洗脑能力是多强的 对对 好 所以你的这个穿越两宋啊 是怎么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开封跟这个杭州 因为杭州大家都很熟 可是你用两宋金城的方式来看待的话 应该是有不同的视角吧 当时候做这个专题是因为在杭州认识了一些朋友 非常的向往宋代的文人的生活 我们说宋代的宋代人第一个他很富裕 第二个他有一些很繁盛的商业活动 例如说我们知道夜市 刚开始最每个朝代 中国历代每个朝代都有宵禁嘛 那是宋代的时候 他开始有这种通宵达旦的夜市 其实他明文规定也是有宵禁的 可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是执行的不彻底 然后宋朝人又很有就很有钱很有闲 就每天晚上都在开封逛夜市 这其实很有意思的 对 这是庶民百姓 那文人雅士呢 比如说我们知道苏东坡 旁亭间 办一些雅籍 然后大家一起做诗做词喝酒 而且喝酒同时他还会焚香 然后抚琴 然后在家里会插花 那这些艺术 然后还会喝茶 这些艺术其实后来传到日本 就变成了日本的茶道跟花道 那都是很精致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这次做这个专题 就试图从我们今天人的角度去探访两宋的京城 然后找回大概将近一千年前当时人的生活轨迹 是这个 财威他很精彩地写了几个个故事 你把那个你写的故事来告诉我们 还有好吗 宋慧中的故事 对对对 我们现在到那个开封 虽然现在开封看到的是 其实是新秀的古迹啦 大概一九八零年代才修起来 但是就是一千年前是真的发生过这些事情的 例如说刚才Coco姐提到的那个 宝青天 宝青天他其实在真正的历史上面 只单身了两年的开封服务营 其实就是首都的市长 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今天北京市的市长 他要断一些案啊 那这些他的这些事迹就流传了下来 然后还有一个当时候在那个开封最大的饭店 一家叫做饭楼 那是我们知道北宋最有文采的皇帝宋慧中 常常跑去跟当时京城最有名的歌迹 李诗诗在那边约会 就在当时开封最有名的饭店饭楼 对然后当然这个是民间传说 是不是事实我们不得而知 但传说说当时还有一个周 那北宋有一个大词人周邦彦 周邦彦跟李诗诗关系也很好 但是孙文中也喜欢李诗诗 那李诗诗也比较豪迈 就是跟两方可能交情都不错 有一次周邦彦跟李诗诗在 就是在约会的时候 突然通报皇帝来了 那周邦彦怎么办 很尴尬啊 而且他又跑不开 因为时间已经就是时间已经很近 皇帝马上要可能隔30秒就进来了 他就只好钻进了那个李诗诗的床底下 那宋慧中完全不知道 所以有一个很很像电影的剧情 对然后房间传说说 他因此写了一首词 就是讲周邦彦跟 掌声辉诗跟李诗诗在房间对话的过程 例如说皇帝拿了一颗南方 刚刚进贡过来的橘子 来讨好他的女朋友 对然后两个人一起 比如说在吹奏乐器啊 在讨论事情啊 然后吃橘子啊 然后周邦彦也把它写下来 就这首诗因为流传的太广 孙文中听到生气了 就找了一个理由 把它给逐出京城点关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故事的发生的地点 就是在帆楼 对对对 那这个帆楼现在就是开封的 旅游必经之地 必道之地吗 现在的帆楼 目前我们去拜访的时候 他没有对外开放 帆楼没有啊 没有没有 但你只能在那个 外就是在 在街道上看到他的建筑物 就看建筑物 但是没有意思的是 帆楼旁边那条很大的街 就是当年的 我们现在叫做宋都玉街 其实就是北宋中轴线 北宋京城中轴线上的关道 皇帝走的 他是重修了吗还是 对就是在 因为我们说开封城已经 因为黄河泛滥被淹在底下了 对他在同样的位置 往上 就现在人走的地方 再逐出了一条 是 对 所以现在的那个被淹的 开封的那个古城 并没有被挖掘出来 没有 没有 对 我有一个那个就是念历史系的朋友 他到开封馆 他说 如果他是 他如果他是书记的话 他就把开封给炸了 然后把古城给挖出来 对 对啊 早晚有一天会有人会这样 也不是炸了吧 他应该有 现在的技术这么好 对不对 所以所以还蛮有意思的 现在我们去开封会注意到 他的旧城区里面 是完全完全没有高楼的 嗯 是 所以他还是有保存的嘛 对 就是怕说你建地基的时候 影响到下面的古迹 但是过去的开封的 这个京城的风华 其实有点 有点凋落了 就是了 对 现在开封 我们如果出来炸斗 很能想象它 是一个曾经这么繁华的城市 感觉就像是四线城市吧 是 对 可是开封这两个字 在中国的历史上面 是非常特别的 刚刚讲到第一个场景 是樊楼嘛 第二个场景 然后跟这个鲁智深有关 这个我们也很熟 在《水浒传》里面的 这个故事嘛 对 好 那第三个 是开封府 开封府就是 就是包大人那个 开庭的地方吗 其实包大人在 另一大部分人 都会这样问你 对不对 我们都很聚 我也这样 我也这样觉得 就是我觉得 他好像就是办案的 但其实他是一个 就是那个 有点类似北京市长的这个官职 那你作为市长 因为精神很多权贵嘛 你有时候就要出来调停 那史上的那个包拯是 比较更正不阿 第一个 他从来从来不贪财 非常的清廉 是 对 那你知道宋朝因为很附属 你如果真的要贪财的话 你是有很多油水可以捞的 可是他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是 第二个就是他调任 这个开封府影的时候 精神很多权贵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是真的能够秉公执法的 那 我们现在从小看到的这种 电视剧过于传奇了啦 对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民间多么的想念 像包大人这样的清官 确实是有嘛 对不对 所以开封府 那个地点跟建筑都还是可以看到的 是的 但是也是信修的 是 我是看到这个采薇写的才 大家都知道 其实陈世美的那个故事 不是很真实吗 对 这个完全是杜转的 对啊 包括像 我们小时 对 像狸猫幻太子 那也不是真的 他就是 就是 夸张了很多倍 对 因为狸猫幻太子的那个主角宋仁真嘛 他真的不是 他的这个太后所亲生的 他是真的被 被隐瞒住了 可是 其实他的这一个 就是皇后是有善待他的生母的 并不是像 电视上讲的 把他给逐出去 然后弄瞎了 很可怜 跑来找报道来告状 历史的故事 正史跟 这个传闻是有很大的 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想上一百年以后 关于我们现在的 对啊 这个台湾的故事 不晓得会写成什么样子 对啊 我真想脏的眼睛来看 好 开封人吃什么 面食吗 你刚刚说有夜市啊 现在还有夜市吗 哦 很特别 现在我 我自己去过中国大陆很多城市 有夜市的城市并没有那么多 尤其是大范围的夜市 但是开封城里面 现在我们数了数 大概有十个夜市 至少 至少 对大大小小的 十个夜市 对 那这有 海东好吃啊 见仁见智啦 对 如果是纯观光的夜市 口味可能不怎么样 但是如果是给当地人吃 尤其是有 他们当地有一个回族夜市 叫学院门 是 吃的都是本地人 没有什么观光客的 我觉得那个夜市东西不错 那都吃烤肉啊 还是 烤羊肉串 然后羊肉烧麦 哦是 但是它的烧麦 其实看起来跟我们的争较也差不多 哦是 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 采微的报道当中知道 原来开封 开封就是当年的新一计划区那个味道 是吧 嗯 对 好 因为它曾经是北宋的首都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南宋嘛 杭州 不过到杭州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非常的凄凉了 就是有一半的时候南宋的这些这个皇帝 其实他们也还在这边做情奇事话 哦 对 所以虽然一半江山丢掉了 可是生活还是不错 好好 我们来看看他这个 另外一个京城 两宋的杭州 好那他有什么样历史的足迹呢 在杭州的西湖 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苏东坡的足迹咯 嗯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最近全世界都有一股怀送风嘛 嗯 特别是你看宋慈 曹先生买的这个古物 就价值连城 赚了好几十倍 好这个 依照应采薇 采薇的说法是 他写这个 两宋京城写开封跟杭州 也是因为很多 你的大陆的文人雅士朋友们 对于宋朝 充满了这个向往跟回忆 哦 真的是 大家都想要穿越回去 嗯 可是 宋朝 这个 在西湖 在杭州 的时候 就已经是国立开始衰微的时候了 嗯 呃对北方的那个北方的领土已经失去了嘛 嗯 但是一般庶民跟那个文人的生活还是挺风雅的 嗯 还是有钱 对呀 对 除了除了一点就是因为宋朝的那个羊肉来自陕西 嗯 而宋朝人又是非常非常爱吃羊的 嗯 嗯 陕西丢了 没羊肉吃了 所以开始开发海鲜 哦 是啊 对 那宋朝的结果就是 唐宋元明清耶 这个 嗯 变成外族入侵 对对对 还是过得很 你看哦 宋朝是盛世 刚才这个采薇说了 宋朝的 有插花 嗯 宋朝有这个焚香 对 嗯 银丝 对 然后这个 点茶 光花 点茶 花花 明记 对 对不对 才子家人 是 这一切都在宋朝 对 所以后来被 嗯 这个当然 因为其实是唐宋传下来的嘛 嗯 所以被日本人都搬走了 哈哈哈哈 日本等于说这套技术 有很好的保留跟发扬啊 开发 创新研究 那是 所以你说现在的 所谓的宋运 嗯 四十美好 你这个主题蛮有意思的 嗯 是说 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的 这个文人们 他们在 嗯 杭州 这里来 嗯 回忆 怀想 复制宋朝人的生活吗 其实不一定是那个 文化人士啦 我觉得我们一般的 普通旅行者 这也是他们观光旅游的 一个卖点吧 嗯 对 我们还是 我们这次专题里面 就找了许多这种 比如说 真的在复兴花道 嗯 是啊 然后在做茶道 好棒 对 啊 现在杭州有 真的很多 很棒的茶馆 嗯 嗯 我 我们这次是只选了两家 但是如果要做一个 茶馆特辑 我觉得 二十家是不成问题的 是啊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非常漂亮 茶馆特别的 嗯 就是 嗯 这个突出呢 对 比如说 这次去了一家茶馆 叫做 无界兮兮 她就在兮兮市地里面 在景区里面 嗯 还得那个 从景区入口 还得搭一端 电瓶车进去 嗯 创办人是 阿里巴巴的 前主管 嗯 对 就是因为 阿里在那个 网路 网路圈嘛 可能脚步比较 急促一点 她就觉得 要找回这种 生活的美 是 品味生活 所以她就在 其实是这里面 办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 然后除了你去 可以喝茶 吃饭以外 定期举办雅集 嗯 然后请 中央 中国美院的老师 来教书法跟国话 嗯 我觉得挺有 就是挺有 宋人这种 文人聚会的 这种 这种风范 穿什么衣服啊 不会把宋朝的衣服 给穿起来吧 倒没有 但是杭州 还有一家 汉服店 嗯 真的是全手工的 嗯 我们这次也去拜访了 哦是 对 他们复制一套 就是完全从古籍里面去 呃呃 就是重新复制古法 嗯 对 在在古人的基础上面 做创新跟研发 他们做一套 汉服 最长时间的要七八年 一套啊 对 我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 纯手工的 当然一般简单的 不会这么久了 可能短的话一个月 嗯 对 但长的话 真的会是长达数年的 嗯 好 这个刚才柴薇告诉我们 这个宋 怀宋风 还有宋运 这个在开封跟杭州 你可以捕捉到 所以你对台湾的这个 Underworld旅渡中国杂志的 这个 这本杂志 0976518518 你只要写开封啊 那杭州啊 我们就会送给您 谢谢Underworld旅渡中国杂志 我们呢 要怎么样来 安排这样的旅程啊 怎么样去回到宋朝呢 我还是建议 从台湾飞杭州 直飞 对 然后从杭州就可以搭高铁 到开封了 哦 是 对 那开封不需要待太久 我觉得两天 快一点的话两天 两到三天就可以了 杭州当然非常的 全世界最大型的 这个品牌的酒店 在那边都有 对不对 那开封呢 开封比较少一点啦 就是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住一些连锁 连锁酒店 好的 非常谢谢采薇 两送的京城 开封跟杭州 这也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旅游的规划哦 我后面就别摆常了 再有什么